大家好,我是Jason 这节课呢,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百度API Key的申请和开发包的集成 那么说起百度地图API的开发 这个操作步骤呢,其实呢,跟咱们之前申请的Google地图的操作步骤是很类似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呢,还是得有一个百度地图账号 那么,有了百度地图账号之后,我们才可以申请百度API Key 那么,事不宜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这节课的学习 首先,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好了,打开浏览器之后呢,让我们在浏览器的地址栏当中输入百度地图的网址 那么在这个页面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块安卓开发 安卓开发上面有它的SDK下载 OK,那么我们现在先下载它的SDK 在进入到的这个页面当中呢,大家选择基础地图 选择完基础地图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有一个开发包的一个下载 那么点击开发包下载 OK,这时候已经将我们的开发包下载下来了 同时呢,我们将它的视力代码也一起下载下来 OK,我们找到我们已经下载完的这两个文件 那么将第一个文件Library这个压缩包解压出来 OK,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文件 其中一个呢,是一个SO文件 SO文件呢,是一些底层的一些接口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安卓开发必须具备的一个抓包 OK,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我们的Eglix 创建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OK,一次起为百度 一路点击确定 下一步 创建一个新的ActiveT 好 好,这时候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 那么进入到这个新的项目所在的目录 这时候呢,我们向我们的SDK进行导入 将我们这两个文件进行复制 然后找到我们刚刚新建的这个项目 放到Libraries这个目录当中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我的项目当中没有Libraries这个文件夹呢 这个没有关系的,可以自己创建一个 可以自己创建一个,然后将我们这两个固件放进去 OK,那么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项目 好,大家可以看到在Libraries下面这个时候已经将这两个文件添加进去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添加对这两个文件的一个引用 好,在Libraries这个随向卡当中呢 添加罩包 将我们Libraries下面的这两个文件添加进来 点击OK 好了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完成了对百度SDK的一个集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百度申请一个API Key 那么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进入的这个页面 看到我右上角的登录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一一给大家讲解如何注册了 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 自己来申请这个百度账号 这时候我就将我自己已经申请好的一个账号进行登录 好了 登录完账号之后呢 再咱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进入的首页 在这个首页当中呢 大家可以发现在右下角这个地方有一个申请密钥 这样子一个学校 那么我们点击进去 点击申请密钥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要求我们来创建我们自己将要使用的这个应用 那么这个应用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创建的这个项目 我们又将我们的API Key 放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那么这时候我们点击创建应用 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输入一个名称 但是呢为了配合我们项目的一个应用 最好呢跟我们项目的名称同名 好 那么在应用类型当中呢 选择Farmu吧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一栋端 接下来的这个进用服务呢 可能会让大家产生一个误解 那么其实呢 这当中我们可以不用选择了 不用点击任何一项 我们直接看到如何输入安全码 在输入安全码这个地方呢 百度告诉我们 安卓SDK安全码的一个组成 就是一个数字签名 加一个分号 再加一个包名 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这种方式好像跟我们之前申请 Google API Key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安全码的组成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基本上所有地方申请的这个安全码 都是使用了这样子一种组合 然后具体的配置方法呢 大家可以点开后方的这个查看 详细配置方法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百度也教会了大家两种申请方式 那么第一种呢 还是在我们的控制台当中输入 一条命令 来获取到这个数字签名 也就是我们的指纹证书 那么同样也有另外一种非常简单直光的方法 就是进入到我们的Eglix当中 进入到我们的Eglix当中 来进行操作 那么这个地方我再一次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Eglix当中 如何在Eglix当中 获取到我们这个数字签名 好让我们进入Eglix 点击Window菜单 点击Window菜单 选择Reference 选项卡 那么 打开Android这个节点 选择Build 选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数字签名 将这个复制下来 好 点击OK 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当中 好 将这个安全码输入 钻贴 后面加一个分号 大家注意这个分号呢 是一个半角的一个分号 并不是一个拳角 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获取我们的包名 那么这个包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打开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配置文件 顶头的这个package package属性当中的这一串字符串 Copy 好 再放置到我们的安全码的输入框当中 粘贴 好了 这时候 好 这时候已经完成了 点击确认 好 这时候我们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出错提示 百度说我们这个应用名重复或者非法 那么我们在后面加入 Tax 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将我们的应用创建成功了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API key 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操作呢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呢 接下来呢 编写第一个hello我 OK 回到我们刚才的me要申请界面 那么在左侧 在左侧的这些导航栏当中呢 大家看到有一个hello百度map 大家点击进去 OK 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项目 作为一个百度地图项目 应该做一些什么配置 OK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配置文件当中 添加我们的 开发者key 就是我们的百度地图key了 OK 好了 打开我们的 配置文件 好 这个时候输入 将我们刚才申请的api key 把它放到这里 OK 接下来呢 我们 有将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权限 导入进来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些权限呢 是要放到application这个节点之外的 好 好 这时候 添加地图空间 在我们的页面当中 我们来加入地图回速 同时呢 在我们的madeftp当中 添加我们对百度地图的应用 OK 放置到madeftp里面 好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将 它需要的sdk打入进来 这个地方呢 百度地图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在这个初始化的这个 建议呢 是放在application的一个初始化方法当中 那么这个application的初始化方法是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创建新项目的当中 这个方法是没有 是没有自动生成的 那么接下来将会大家如何去创建这个初始化方法 这时候呢 要添加对它的一个 一个复类的一个引用 好了 在这个类当中呢 点击鼠标右键 sauce 找到可以 找到可以 重写的方法 那么我们选择这当中的ongrade ok ok 那么在这个ongrade 这方法当中呢 加入我们刚才 复制的那段代码 将摆脱地图的一个初始化放入到这个方法当中 那么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呢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当我们启动我们的项目的时候 摆脱地图已经开始进行初始化了 而不需要到每个页面当中再进行一次初始化 这样子是比较浪费资源的 我们知道 手机的一个内存一个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 我们要尽量使我们代码做的比较精简 好 接下来呢 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 在activity的生命周期当中 需要对我们的地图空间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往往就涉及到一些资源的一些示范 我们在onResume这个方法当中呢 需要对我们的摆脱地图进行 进行生命周期的管理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activity给销毁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对我们的MapView进行释放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手动的去调用 onDestroy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已经基本将我们的demo搭建起来了 那么我们放到模拟器当中去运行一下 OK OK 这时候我们就基本将我们的demo搭建起来了 OK 我们到模拟器里面去看一下最终的一个运行结果 OK 大家看到地图已经在模拟器当中正确的显示出来 好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一节课的一些要点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必须得 必须得拥有一个百度账号 用有了这个百度账号之后呢 我们才能进一步去申请它的百度API key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 还是我们 那个数字 签名 和报名 这个地方也要注意的 不能获取错误 一旦获取错误呢 可能我们百度地图就显示不出来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在将我们的sdk 加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 在使用百度地图过程当中 要注意 做到一个资源合理的调用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 在application 初始化的时候 然后 加入 百度地图初始化方法 初始化应用 OK呢 那么第四点 在我们推出这个apti的时候呢 我们在onDestroy这个方法当中 手动将MapView这个百度地图进行释放 不释放的话呢 会导致我们的应用变得非常非常的卡顿 而且呢电池的消耗量会急剧增加 有没有 看来 看来 OK,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些重要点 那么相信大家在理解透了这个申请流程之后 要创建一个管路应用 要使用它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OK,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